在马来西亚 慈济志工举办育佛典礼 也融入了孝亲活动 在双西大年人文学校 爸爸妈妈在孩子的面前为祖父祖母育卒 而在槟城敬司堂人文学校的孩子们 为父母亲擦手奉茶 而在太平联络处 许多社区民众以及照顾户都一起来参加育佛典礼 在马来西亚太平联络处育佛活动落实社区 两百多位民众参与 还有印度裔新都教徒带着妻子来 她说虽然听不懂华语 但可以用心体会 我来到这里 我进入了厨房 我看到很多人在内 所以他们要求我们坐下 当我们坐下 有些东西在内 让我感觉到温暖 我的心开始在中心 他们在展示商业 参与社区民众 也让我感觉到 我可以在这社区设计 眼睛近乎全盲的照顾户 也在志工的鼓励下参与御佛 有师姐师兄来带我 你这么坐在那边 你要去异佛 去礼佛一下 我看不到不方便 不用紧 师兄师姐他们就带我去异佛 我就很开心 在槟城敬司堂 举办了孝亲活动 人文学校的孩子为父母擦手 慈继之功也向父母跪拜 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 一个拥抱胜过轻言万语 靠在妈妈身边 从歌词体会父母恩重 孩子跟妈妈都哭了 双西大年人文学校的家长 在孩子面前为父母洗脚 以身作则的身教 为教育做了最好的示范 戴一新闻知识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道 早晨